金庸笔下最可耻的大侠 成了天下第一 却接连毁了四位美女的清白 身为作者的金庸对大侠二字有不一样的理解 他认为《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也算是一位大侠 他的侠气甚至比郭靖还重 原来金庸在新修版《倚天屠龙记》的后继里这样写道 这三部书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 郭靖成朴质时 杨过深情狂放 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 也比较软弱 他较少英雄气概 虽然宽厚大度 慷慨人侠 豪气甘云 其实他的侠气最重 由于从小生长于冰火岛 不知人是险恶 不会重视自己利益 因而能奋不顾身的助人 是不是很难相信 张无忌在金庸的眼里居然是一个侠气最重之人 而且金庸本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张无忌是他笔下最厉害的主角 原来张无忌屡屡屡邂逅其遇 将多门神功距于一身 比如完整无缺的九阳神功 炼制第七层的乾坤大挪移 太极拳剑 以及圣火令上的神秘武功 虽然同为射雕三部曲的主角 但张无忌的武学配置 相对于郭靖和杨过来说 可谓是攻防兼备 豪华大气 是呀 单单一门拳套版的九阳神功 就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要知道张三丰 郭湘各自得了九阳真经的十之五六 就能开宗立派广收门徒 成了世人皆知的一代宗师 于是当张无忌在少林寺勇闯金刚伏魔圈之时 他将九阳神功与太极拳的炼器之法融合在一起 逼得少林三渡的僧袍高高鼓起 三渡虽苦做了三十年的苦禅 做到了心意相通 但三人深知要是这样斗下去 几个时辰之内必败 因此在张无忌从撤去掌力之后 三渡情不自禁地喊道 名叫教主张无忌 好一个天下第一 尽管金庸本人说张无忌侠气最重 又是武功最高的主角 但读者们似乎并不买账 笔者发现 网友们对张无忌并不是很喜欢 除了张无忌做事优柔寡断 脱泥带水之外 他在感情上的行为也令人所不耻 你且看看张无忌接连毁了哪四位美女的清白 第一位被张无忌毁了清白的女子 当属猪儿了 张无忌还在少年时期就在蝴蝶谷偶遇了猪儿 那时的猪儿拉着张无忌去灵蛇岛 却被傲慢的张无忌狠狠咬了一口 这一口让猪儿铭记在心 长大之后也时时刻刻地想着要嫁给张无忌为妻 哪知缘分竟如此巧妙 成年后的猪儿又偶遇了张无忌 不过此时的张无忌却化名为曾阿牛 看过原著的朋友会知道 张无忌有些不可思议 他明知猪儿为了练千猪万毒手导致毁容 却看上了猪儿那曼妙的身姿 还厚着脸皮发誓 说一定要娶猪儿为妻 可当张无忌看到貌若天仙的周芷若时 他早已魂不守舍 猪儿也怒气冲冲地给了张无忌一巴掌 打得张无忌脸上火辣辣的 在一天的末尾 猪儿复活之后去了西域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和张无忌极其暧昧 在古代 女子的明节很三十要 张无忌口头上说要娶猪儿为妻 但却没有付诸于行动 猪儿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张无忌如此行为 等同于毁了猪儿的清白 第二位被张无忌毁了清白的美女 则是小招了 小招美丽善良 体贴温柔 对张无忌更是一片痴情 可遗憾的是 张无忌小招等人遭遇了名叫波斯总教的围剿 小招只能在紫山龙王的周旋下 出任波斯圣女之位 这样一来 张无忌等人就能毫发无伤了 小招临走之际 张无忌却喊了小招进了船舱 夺走了他的初吻 在古代 初吻对于一个少女来说 何等三十要 张无忌吻了小招又没娶她 不就是毁了她的清白吗 第三位被张无忌毁了清白的 自然就是周指若了 那时张无忌成了名叫第34代教主 而周指若则是峨眉太掌门 加之二人又是南郡女眉 自小就在汗水相识 因此张无忌和周指若 可谓是门当户队 男才女貌 婚礼也是轰动江湖 就连武林至尊张三丰 也亲自出席了这场隆重的婚礼 可谁能想到 张无忌经为了赵敏的几句话 就飘然而去 贴下了身穿嫁衣的周指若 和面面相去的群雄 这也难怪周指若会在 图示大会上对张无忌倒戈相向 只因周指若的清白 被张无忌当众摧毁 第四位被张无忌毁掉清白的 则是赵敏 那时赵敏假扮张无忌闯入武当山 前让刚向偷袭 重伤了张三丰 而张无忌则假扮道同 接连击败了赵敏 麾下三大高手 却很快就被赵敏识破了真身 原著如此写道 赵敏冷笑道 我干嘛要跟你说 不将你碎尸万段 南帝当日绿柳庄铁牢中 对我轻薄羞辱之罪 原来张无忌在绿柳庄的铁牢里 脱了赵敏的鞋袜 用手指在赵敏的脚底来回戳 尽管张无忌此举 是为了早些逃出铁笼 但赵敏可是一个尚未嫁人的少女 却被一个男子脱了鞋袜 露出光滑洁白的脚压 这也难怪赵敏会说 被张无忌轻薄羞辱了 综上张无忌在金庸的眼里 是一个侠干义胆的最强主角 但在读者们的眼里 张无忌则成了一个最可耻的大侠